你好欢迎收看12月2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113年度军工教员工待遇 经过行政院核定调薪4% 而花莲县府约聘雇人员 除了依照全国标准调薪外 同时也比照公务人员的考基进级机制 提高约聘雇人员的荣誉感 也激励工作意愿 使之鼓励表现认真的约聘雇人员 今年学生表示长期以来 已先预算聘雇之约聘雇人员均一单一薪水聘雇用 无晋升新典之机会 为了积极落实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提升约聘雇同仁的工作士气以及福利的水平 今年除了配合行政院核定调薪方案 花莲县府特别在111年1月定班 聘雇人员考核要点 比照公务人员只要年总考核联系两年假等 或是三年内累计一年假等 两年一等 最快在113年1月可调整到新典 加会现预算计划行 聘雇人员约97人 就是让我们的公务员能够好好的循序接近 能够把他的心都放在我们的公务体系 好好做实行 那另外在我们临时的约聘雇用 约聘雇的部分 每两年如果加等 他就可以提升 提升一成 薪水增加 薪水增加 这是我们的约聘雇用 约用的部分 我们在今年开始 也是临时约聘雇用 只要满一年在花梨县的服务 他就有健康检查的服励 这样要表现这位掌声一下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安心工作 他的服励会跟我们大家都一样 因为都是在为花梨县相继来做事情 而在专业的提升 我们这几年 后国人释出了专业和培育课程 所以在这里 正位要再次谢谢 我们所有的工校退休人 因为有大家的努力 业定下花梨很稳定 很基石扎实的我们的公务能量 这项政策目的是更完善的 规范现有的约聘雇人员的制度 提高约聘雇人员的工作动力 来确保潜意 让同伦们对宪政付出 能够有实际上的回报 为了宪福将持续投资 在于员工培训 福利待遇等方面 确保每位同伦们在大家庭当中 感受到被重视以及支持 并且致力推动各项市政计划 为宪明创造更大的福祉 接着就会欢迎欢迎回答 感谢观看